用現代醫學來探索歷史 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最近有一具埃及木乃伊 被送往米蘭一家醫院 進行電腦斷層掃描 探究木乃伊的生死之名 米蘭一家醫院內 被送入電腦斷層掃描的 不是醫院裡的患者 而是一具埃及木乃伊 希望透過現代醫學技術 得知其生前生活以及死因 並且如何被製成木乃伊 還有古埃及目葬習俗 這具名為安克宏蘇的南姓木乃伊 從1885年以來一直存放在意大利 被加莫博物館 由居住在埃及的意大利大使 所出現的意大利大使 所出現的意大利大使 這具名為安克宏蘇的南姓木乃伊 從1885年以來 一直存放在意大利被加莫博物館 由居住在埃及的意大利大使 所捐贈 根據推算這具木乃伊 應該是在公元前900至800年在世 醫院放射科團隊還將恢復木乃伊 臉部原貌 透過這項計畫 不只有助於確認木乃伊的身份 更重要的是將藉由後續分析 對國代疾病和傷口進行研究 希望能提供現代醫學有用的資訊 核心 特別有一種的資訊 是上程的風格 這件事情 是上程的資訊 多互請 感谢观看